我是荣耀七十系列全球代言人龚俊 Vlog一直是荣耀数字系列的看家本领 实力满满的荣耀七十系列 带来一个超级酷的功能 主角模式 一次拍摄得到两个视频 就整个全景视频又有主角专属视频 那今天我请几位老师 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个神奇的功能 主角模式 好 预备 三 二 一 起 点击荣耀七十系列的主角模式 镜头会识别人物 出现对焦框 点击一个人 立刻进入主角拍摄模式 通过人像重识别技术 自动追焦 走到哪 画面追焦到哪 甚至当你短暂离开 依然识别到你 你看我们在相册里 收获了两段Vlog独立大片 这两段视频都是双高清 双防抖 双美颜 一段全景看到整个画面 一段主角画面 大赞的特写画面 荣耀七十系列 美 焦点在我 好 曾经羡慕那些闪耀的灯场 但后来发现 那些在场下的暗自付出 才是成为主角的关键 放大了一处热爱 不放过任何心 登上舞台 去挑战陌生的领域 发现主角从来都不只有一位 而是那些勇敢突破自己的每一位 享受舞台 更不曾忘记那个充满挑战的梦想 去实现自己的闪耀登场 更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主角时刻 每一个不停向前的你 都是主角 每一个主角 都值得专属的焦点 全新荣耀七十系列 没焦点在我 我是荣耀研发工程师吴潘 刚才听赵总讲了 荣耀七十系列这么多的卖点 工尼老师有没有什么感想呢 感想很多啊 首先呢 我个人非常喜欢流光水晶这个颜色 四曲屏不仅我觉得手感好 而且前后左右 你看全对称的设计很美观 那重点来了 这款手机这么厉害 我都开始好奇它里面的内部构造 那正好我们今天准备了拆机设备 不如我们拆开看看吧 真的假的 我现在感觉自己都有科技评测博主那个范儿了 好了 我首先呢 要把手机放上加热台 加热一下 加热好了 大家看到没有 我猜 这颗就是这次全系都有的 iMAX800了 是的 iMAX800是我们行业首发的传感器 它还拥有1.49英寸的超大底 再配上我们荣耀自研的 HONOR IMAGE ENGINE计算影像平台 拍夜景和拍逆光场景的效果会更好 吴老师 那这颗是不是就是三倍光学变焦的长焦镜头 是的 它支持三倍光学变焦和三十倍数码变焦 用它平时来拍月亮以及拍风景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哇塞 吴老师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拆芯片了 听说是旗舰芯片 没错 我们这次荣耀70 Pro家搭载了天玑9000高端旗舰芯片 而这一台荣耀70 Pro搭载了天玑8000旗舰芯片 我也知道啊 旗舰芯片能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 是的 芯片很重要 但是对芯片的调教能力更重要 我们荣耀有自研的JPU Turbo S技术 同样的旗舰芯片 荣耀的产品可以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 哇 快充能力真的很重要 荣耀的快充一直都很快 这我是知道的 我们荣耀自研的100瓦快充技术 喝杯咖啡的功夫 电量就很充裕了 吴老师怎么样 我做的还可以吧 你看我取下来非常整齐 完美 言归正传 从这些零件主板的配置上 可以看得出我们荣耀70系列 是相当的优秀 整体测下来 我很喜欢这款手机 大家也可以自己亲自体验一下 以上就是我作为体验测评博主的首次拆机 也非常感谢研发的吴老师的协助